我是一号黛玉 我刚才看你短片说 那个你跟 你有生气了 你会自己打车把它扔一下 你现在还会吗 现在肯定不会了 如果你要是 生气的话 我会用我的嘴 堵上你的嘴 我宁愿的都是 天天明明有了我来明 跟你说我喜欢 好浪漫啊 好浪漫啊 你这个说的话 这个挺耐琢磨啊 戴玉 你听出来是啥意思了吗 那我现在生气了 你哄我一下吧 我现在要买一件衣服 你感觉这衣服不适合我 你不让我买 我就买 下来吧 下来吧 大哥哥 你刚才说啥了 你照着做就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买 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要是买完了 不穿这就不行 那我要非得不穿 那咱俩观点不同 咱俩就不太合适呗 哎呀 皮盆啊 根本不戴这衣服 你看看 就这么急 根本不戴这衣服 能不能穿的问题 你如何去堵嘴啊 哎呀 咱俩还不是多堵嘴干嘛 你看这嘴那嘱咒 手摁的快了 来 二号小切 你好 小伙 我正好有一个跟你相反的 那个想法 我认为女生没有必要攒钱 小切一个月挣多少钱 一个月四千多吧 你能剩下多少钱 基本是生母相 这是月光的 月光型的姑娘 有存钱的吗 有吗 十六号文思 我这问这个问题 我有点 我看你不大像 我是理财观念比较强 就是意识比较强 然后可能像二号小切 她可能年纪比较小 你多大 文思 我二十五岁 你多大 二十二岁 哎呀 这家 互相之间还说 她是年纪比较小的 就是可能她的意识没有跟上去 就是说你要对你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而不是说你去靠别人去伸手要这个钱 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要自己有能力才可以 好 好 好 对对对 至于年轻人来说 尤其是年轻的姑娘 每个月攒多少钱其实并不重要 关键的是要培养一个自己这种理财观念 因为它能让你婚后的日子 让你们的小日子变得很正常 很健康 过得好 对 对 或者有法下 现在是十六战争都灭了 小伙儿想说点什么 我选择爱咋咋地 好 爱咋咋地是你最开始选的那个一中人呢 还是刚才交流的过程当中觉得交流不错的姑娘 我选择一中人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皮鹏上场的时候选择的一中人是谁 一起来看 12号萌萌老师来 享受有请 这个皮鹏上场的时候选择的一中人就是萌萌老师是吧 对对 关注她很久了吗 对 我是关注她很久了 我跟男嘉宾上她这儿就是跟她交流一下 然后教她古诗嘛 然后我就 那时候我就感觉挺喜欢她的 那个男嘉宾有点皮 如果你要是教我的话 我肯定会熟记运行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然后她说过 她的学生都会做梦 梦到她 反正我那天做梦也会时常梦到你 然后我希望以后睁眼一眼就能看到你 好开心 哦 哎哟 原来铁路上的小伙也这么会说 是 这么浪漫 我在给你的玩具熊里留了一个秘密 哦 你可以拿下来找到它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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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孟老师 我从电视上看到你的那一刻起 我就有心动的感觉了 我喜欢你的校 喜欢你的职业 你住的地方正好也在金哈线上 你就是我认定的人 这是我第一次给心爱的姑娘写小指头 孟孟 我喜欢你 太浪漫了 很用心啊 因为在节目当中 每一次看到孟孟老师 他都会深深地记在心里头 并且刚才说的那些感受 我觉得特别打动内心 然后呢 这小礼物又送到了 又悄悄地塞到了小熊后面 是吗 我还有个大礼物 哎呀 还有个大礼物 要不要这么浪漫呢 好 来来来 天哪 啊 哎哟 哇 又好温暖啊 我要说一下 这个熊真的是我 自从上学一直到现在 说到过的最大的最好的 然后就是圆了我一个 那个上学时代 我们很羡慕别人的 真的 谢谢 你想说什么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上台 然后也有点紧张 但是我在台下 关注了你也挺长时间了 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走 你叫他家在哪儿吗 在辽阳 那你要是你们两个 如果以后在一起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会在辽阳附近 跟前来买一套房 然后以后就是 属于我们的世界了 我下班的时候 我可以给你做饭 会帮你把家打理好 这是真的特别感动 然后特别感激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不是很符合我的标准 因为我想要一个 就是成熟稳重有担当 然后能够特别照顾我的 但是我觉得你是那种 就是我们可能更适合 做很好的朋友 所以真的不好意思 好 谢谢萌萌 谢谢 希望有好东西 能够找到你 谢谢燕子姐 有分天使 加油 掌声送给小伙儿 加油